大家好 我是PanerBanHoneman 歡迎收看近來的每週個人遊戲 來到2015年第四十五週 本來本來想試一下之前買下的遊戲 有些空閒的時間 結果是玩了兩隻新買 但還是等了好一段時間的遊戲 但就要講一下Flame Over 在網上看個人介紹 都很久之前的事 就是比較小品的遊戲 但原價差不多$15美金 所以一直等等等等等等 早前的意在 在Halloween推銷的時候 我心想有些遊戲之前看過 有些興趣 但正價就不會買 那些未加回我Steam的Wish List 就加回其中一隻 就是Flame Over 怎知道 完了Halloween推銷之後 一天或兩天 這隻遊戲就突然減價 之前我不知道有沒有減價 因為沒有放Wish List 沒有留意到 但怎樣都沒有減到 好像$3美金左右 看它減了這麼多 就買來試試吧 這隻遊戲是一隻比較簡單的 救火遊戲 控制... 我不知道為什麼 整個大廈著火 你派一個消防員進去 其實是一隻小小的Twin Stick Shooter 基本上一邊控制移動方向 可以在哪裡噴水 特別之處 除了噴水之外 也有一個滅火桶 滅火桶可以用來快速撲滅一些火 但不可以像水一樣 整濕一些地方 慎防它死灰復燃 而且 水又不可以救出一些電子的火 即是插槽燒著 或是電腦 或是電腦 或是機器 燒著 你噴水 如果依然有電 也會有機會燒 在遊戲中 除非在流程中找到一個總鍵 關掉電子 之後 你就可以安心找水 救出一些火 其實在遊戲中 後面你不斷在這房間 救火 救出一些火 以及在裡面救人 那些人會跟著你 你帶回去出口 離開 會補充時間 限時 去完成關卡 除了滅火桶 和水 之後 一邊玩下去 都會撿到一些 或是有些 水彈 或者其他裝備 去幫你更容易找到人 或者找到其他物品 不是 有很多東西值得說 簡簡單 就是遊戲 不過玩下去 比我想像中差一點點 因為最主要是在操作上 我最不喜歡的動作遊戲 就是人們走路的時候 那個操作比較... 有點滑 有點流冰的感覺 不是說你鬆手 就向前走路 是腳走走走的感覺 不太黏 和人前進的速度 有些不太合 其實以前很多 MMORPG 主要是一個第三身 去玩的 立體遊戲 好像三個無雙那類 令我覺得看下去不好看的 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這個流冰的感覺 而... 離題一點點 講講那時候 玩World of Warcraft 魔獸世界 中文是 其中一個很喜歡的地方 就是走路那個 Animation 那個步速 和那個... 你真的移動的速度 那個感覺是很配的 所以呢 這些細微細眼的東西 其實對於我來說 有多影響 對這遊戲有多大 好感 對了 Flame Over這遊戲 其實遊戲沒有什麼大問題 我覺得也有些策略 即是怎樣 淋色一些火 用什麼裝備 但最大的問題 來自我也是它的Level Design 因為我... 它有四大個區域 可以稱之為一個 一開始是Office 接著可能有工廠 還是什麼 基本上四大關 每關裡面當然有很多排 但問題呢 就是當我好像玩到一排三... 一關第三排 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玩得不太好 還是怎樣呢 我想Restart 那個Level 它有一個Restart 選項 但按完Restart 它竟然幫我 由一排一再開始過 我不知道 如果我是中途 要離開遊戲還是怎樣 是不是意味著 我又要由一排一再開始玩過呢 因為其實玩一排... 就是我從頭開始玩 都... 就算是最頭幾關 都花... 都花... 比我想像中多時間的 其實... 所以... 因為有時候火呢 夠熟了之後 轉頭 你還有一些火種 會... 它翻著其他地方 然後有死灰復燃 就是這樣 有這些問題 所以有時候 有些東西來來回回 要做一兩次這樣 所以... 之後的關卡當然越來越複雜 就會越來越長 所以說... 如果你有什麼錯誤 或者想Restart 要由整個大關卡 開始過 是不是... 有點奇怪呢 你設計 是不是有多些check point save了 還是怎樣呢 可能... 這裡玩下去 會有些不同的 這個系統上 但是... 暫時還未試到 然後第二隻 又是留意了很久 這隻就... 不算很久 就是比較新的遊戲 就是... Guild of Dungeoneering 一個... 我不知道中文應該叫做什麼 呃... 地下城建... 構... 工會之類 其實背景也有些... 有些令我不太明白的 你應該是一個想自立門戶的冒險者 但是... 你又會請一些人回來 加入你這裡 幫你去入地下城冒險 但是你又可以... 做一些事情去影響地下城的結構 簡單來說 這個遊戲的Gameplay其實是這樣的 呃... 你會... 選擇你可以使用的角色 一開始就有些雜魚 然後你一路賺到一些錢 在自己的基地上 建設一些建設出來 可以招攬不同的職業 譬如賊啊 戰士那些 然後魔法師、弓箭手 一路會越來越多 那他們會有一些不同的玩法 一路跟著再講 那你就派他們進去地下城 那地下城呢 其實就... 有幾個... 就是... 一格一格去組成的 那你每一個回合 你就可以做三個動作 包括放一些地下的格 等你呢 可以把房間連起來 那你那個冒險者呢 你那個手下 才可以一路跟著那些板圖 去移動 去... 去...去探索地下城 或者達到他的... 他的... 他的目的這樣 那再不然呢 你可以放一些寶物 或者放一些怪獸 在那些地下的格 那當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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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地下城 你就會有些不同的目的 有時候要打個大佬 有時候要拿到多少寶物之類的 而當那些冒險者撞到怪物的時候 就會戰鬥了 戰鬥的時候 是一個卡牌的戰鬥 基本上 依據你那個冒險者的不同職業 以及你... 你... 收拾到什麼裝備 那他那套卡 就會有所不同的 那... 敵人呢 也都會用卡牌去攻擊 會有些攻擊的卡 防守的卡 可能會擋到敵人攻擊 回血啊 或者一路玩下去 會有更多不同的效果 那當你的守客 剛剛進入地下城的時候 他身上呢 就只有他最基本的職業的那些牌 那... 但是隨著他打敗敵人 會收拾到裝備 那... 那裝備呢 就會被一些牌 加進去你可以用的那套 那裡的 那所以你一路玩下去 就會... 你這套牌就會越來越厲害 那你可以挑戰越來越厲害的敵人 那... 那有時候有些地下城呢 譬如要你打大佬的話 你可能要小心點 去安排你那個冒險者的移動路線 因為你不可以直接影響 因為你不可以直接控制他下一步走去哪 那些冒險者呢 會自己主動去選擇一些... 朝著那個目標進發 第一 第二就是會... 去嘗試撿寶藏 然後也會嘗試去打一些適合自己等級的敵人 那所以... 如果你進去那個地下城是需要打大佬 而大佬很高的 可能你就要安排一條路 讓你的冒險者 中途打多些敵人 才慢慢升級上去 最後才去到大佬那裡 如果你一開始就鋪條路 直接就衝去大佬那裡 那可能你就會不夠打的 那所以這裡也有些策略在這裡 那我想我大概玩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隨著我解鎖了更多的角色 更多的裝備之後 那個戰鬥也都比我起初玩的時候 變得有深度一點 敵人也都越來越強 他們都很多時候有些不同的特性 可能你同一個回合 做到兩點以外的傷害 他就由於是骷髏骨頭很脆弱的 那麼他就會額外受多點傷害 或者有隻鬼呢 就如果他... 他一定要打到他剩下一滴血 之後再殺他 他才會死的 如果只剩下兩滴 那你一次過做兩滴傷害 他都不會死的 這樣 即是多了這些變化 在這裡 令戰鬥就變得更加有深度 也更加吸引 還有我發現我最近買了不少遊戲 都比較...操作上比較複雜 可能就是... 又要鍵盤又要Mouse 很久沒買過那些遊戲 就這樣搶一隻Mouse 一隻滑鼠走天涯 所以玩起來又比較輕鬆 好 今個禮拜最後來交代一下TF2方面 我已經完成了 把我Z的Soul Gargoy 殺夠2000個人 變成一隻Happy Soul Gargoy 變成一隻金色 其餘呢... 我又不打算再去做更加多Transmule 把我Z的Soul Gargoy 把我Z的Soul Gargoy 變成Halloween的Soul Gargoy 因為... 其餘... 即是玩的時候 做那些Contract 這樣那樣呢 都可以收到一些... Halloween的Soul Gargoy 那Halloween的Soul Gargoy 最大的問題呢 他們... 他們的樣子是挺漂亮的 但是呢 就要等Halloween 或者等滿月的時候 才用到呢 平時用不到 因為沒什麼意思 我覺得 蠻好彩呢 撿到一套MEDIC的太空衣 上身和下身兩件就存齊了 不過呢 似乎欠過頭盔還是什麼呢 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裝備 樣子都是差一點 另外還有一些骷髏骨 或者死屍版本的Skin 這個那樣 鬍鬍啊 帽子也有啦 唯一還想拿的呢 其實是... Halloween Event 加的東西 有一本... 呃... Spell Book 因為... 今年一開始玩 他已經給了一本 叫Spell Magazine 的東西 裝備了 就可以在那些有法術的地圖 就可以收拾法術來使用 但是呢 其實還有另一本 叫做... Unfuel 即是沒有... 未填滿的 Spell Book 那本法術書 其實呢 你就要再收拾三張 一些Spell Pager 那些法術的書頁 你加進去就會變成一本漂亮的法術書 你可以... 裝備是可以看得到的 好像玩MVM的水壺 那樣 但是呢 那些法術的書頁 本來就在... 以前的Halloween 會有一些Halloween Gift 在地圖上 來不來生出來 那你去收拾就有機會收拾到的 但是... 來到今年呢 同一個地圖 就已經沒有了這件事了 那... 我在... 我好像完成一個Contract的時候呢 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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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它需要三頁才可以填滿滿書 所以... 所以... 嘗... 所以之後呢 我主要玩呢 都是在... 等有Contract的時候 進去完成 那些Contract 希望可以再收拾到這些書頁 另外還有一個收拾到方法呢 就是完成在... 呃... 那個Hell Tower 那個地圖的... 呃... achievement 但是那些achievement 就很漫長的 要一個要... 要... 要玩 還是要贏成142回合 那些很奇怪的數字 嘗... 玩多久才玩得... 自自達得多 那個都覺得有點難 那個好像會送一個... 一個... 那個page 那樣 所以... 不知道之後Full Moon 或者明年Halloween 會不會再保持這件事 等我有機會...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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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開幾年才可以整理他 那... 除此之外呢 在這個Halloween Event的途中 呃... 發生了兩件事 的TF2都 第一樣呢 就是他們... 他們Patch了... 在那些有Boss打的地圖 當Boss出來之後呢 大家會... 有一個短暫的停戰 大家不可以幫... 就是... 對對方造成傷害 因為... 之前呢 剛剛開始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 要為了Contract 或什麼呢 要去殺Boss呢 總有些人呢 是... 不需要做那件事啊 或者... 純粹想殺人啊 或者想故意是griefing 就是... 阻礙大家發財 就會在... 大家很努力打在Boss的期間呢 去抽水啊 去殺人 當然這個沒有明文規定說 不准這樣做的啊 所以呢... 呃... 大家在那個時候呢 都是... 好言傷勸也好 罵了也好 或者... 甚至是... 如果整個伺服的人都想殺Boss的 那... 就... 有你的隊友是... 是... 不合作的 那就... 一齊... 一齊... 都算完成到的 那... 但是... 過了一輪之後呢 可能多人投訴啦 或者... 覺得這樣比較好 都... 是... 當有Boss出來的時候呢 就一定要先打Boss 那... 另一件事呢 就是在這段期間呢 剛剛... 呃... Steam呢 我們在香港用Steam呢 呃... 呃... 現在的遊戲會變成... 港幣啊 那個... 那個... 那個價錢不再是美金了 會...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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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香港版的價錢之後呢 是會便宜的 那... 所以如果你說是你剛剛買了這遊戲 還在用美金的時候 然後... 過一天兩天去就變成港幣 呃... 你又檢查到那個... 價錢呢 是有分別的話呢 你可以趁這個時機呢 你... 呃... 原本美金買那個...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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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個問題呢 是有些遊戲呢 他沒有設定一個...呃... 港幣的價錢的 我不知道他是那個publisher 還沒回應說你的遊戲想多少錢 還是他們不想銷售去這個區 還是怎樣 那些遊戲你會暫時買不到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會陸續加回 因為呢... 剛剛轉了做港幣的頭一兩天呢 我進去TF2裡面那個mancode 那個in-game store 買...呃... 呃... 呃... 買backpack expansion 什麼都好啦 那那些那裡那些... 或者買key那些呢 那些呢 那些那些都未出到個港幣的 全部都每次都都買了 $0 不用錢 但是當我按下去它 他又說你的cata log 舊要更新的 但又更新不了 所以整個遊戲就是很小的 就很糟糕了 麻煩了一段時間 然後呢 因為現在已經... 變回有了 那個... in game store 都有港幣在那裡 能繼續買東西 價錢方面 呃... 差不多啦 跟他原本的美金的價格好像沒有很黑暗 另一項值得留意就是在Steam市場買東西 轉了港幣之後 最底價是跟他美金有少少出入 之前好像D.D.Craze不要那些TF2的盒子 賣0.3美金 我忘記了 但實收是0.1美金還是0.01 因為是說Wolf中間要抽水 但回到港幣之後 我覺得你最低又可以設定0.08 結果算起來是比以前美金的價格低了 所以要小心計算 關於Steam轉了港幣價錢 如果有什麼新發展我下次再跟大家說 今個禮拜的分享到此為止 我是Pandamon的熊貓 謝謝收看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